蓋著電暖煎 下班後,暈了一陣子,就吹一陣子 這是影片來的 詳細就不看了 每天好少少,仍然有件事凸出來 回到那裏,講一下工作 現在生活也是環繞著工作 賣命 我又不太覺得 可能有些人真的覺得 例如七個半 他會有很多時間 我不知為何,我覺得那些時間不太耐用 因為我,例如你放完工回來 其實也不想去那裏玩 可能有車的感覺是不同的 但我自己就留在家裡 休息一下 吃點東西 休息一下 感覺好像有很多時間 但其實也是,如果你拿來休息的話 其實也沒有什麼時間 今天上班,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 不過有件事是 大家,因為現在公司是越整越多香港人 反映兩個現象 第一,真的很多人移民 我們Middleton 都變成了一條香港人村 不知為何 總之有尿錶的地方就變成了香港人村 每個人都拿夠錢出來 在香港 放了一層口 過來接業 其次就是 每個人都很想有工作 每個人都很勤奮 但是很無奈地 有種感覺就是 我問回一些人 有些人就覺得找工作很難 有些人就OK 都容易找工作 整體來說 每個人都很容易找到工作 經濟真是一般 這個不得不承認 我們公司又怎樣 最近已經有夜間 夜間班次 即是公司再營運 再急速一點 不斷聘請人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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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已經到了PCC層了 各個部門 有些部門就很忙 這些部門就沒有工作 挺有趣 我們有一個叫Pick Up的部門 沒有工作 Pick Up裡面再細分 有些 有分幾個部門 其中一個部門沒有工作 但是有些部門也有工作 有工作 有工作過沒有工作 因為沒有工作 如果整個公司沒有工作 我想就差不多了 看法應該不是 不過有時候會生意 一陣陣 接下來可能 英國 Christmas 就出大貨了 那些人鎖 買禮物 等等 到那時候 我想整間公司都很忙 那 看看 現在 香港人多到爆炸 整間公司都 感覺 跟香港上班的感覺 越來越沒有分別 除了上司是外 那些人 我這組已經有兩個香港人 有時候 會搶水 有時候 不同的組合會聚在一起 因為 倉庫那麼大 又會搶水 跟隔壁組合 一起搶水 每天都 聽聽他們移民的感受 有位前輩 他說 移民英國 是他人生最大的決定 心有同感 一個相當之很大 很龐大的計劃 基本上 可以這樣說 改寫一生 今天 看見的是我一個後院 雖然不是很漂亮的後院 但是如果我沒有去移民 我是看著鐵窗邊緣的公屋 都漂亮的 我那時候住在摩士附近 但是 不是一個很理想的生活 在香港 就是 撇除食分隔 那些 如果你說吃 那 英國人就沒得吃 其實 你回家差不多 所以整體而言 我覺得我改了命 我移民整個過程 我想很多人都想改命 在香港 都跟同事說 現在香港有夜市 有燒賣 香港人好像很接受 真的到街上吃 真的到街上玩 都沒有辦法 現在 我想都定了局 要移就會移 不移就不移 但是體驗 可以告訴大家 真是 逆天轉命 逆天改命 也是 好像重新投胎的感覺 基本上 有辣有不辣 即是當中的遭遇 在英國 但大致上 其實都是 滑滑的 即是你遇到 他也是 他不是一個天堂 他只是一個 比較理想的角度 所以你在香港 遇到的問題 他多多少少都會遇到 但是 會趨向更加理想 整個人生 因為這裏 地大 屋大 教育 就OK 肯定好過 香港 多多少少 最多工資 起碼有保障 接下來 我也會放長短週 試試 今個星期就放四天 應該請假的 我雙數 希望輕鬆一點 享受公司給我的 二十四日假 我都不斷在調節自己的心態 有時都會跟同事伸兩句 我覺得這份工很悶 其實都很想轉 那些同事又勸我 風大雨大 外面 又未必那麼容易找到這份工 即是這類型的工 對嗎 出了去 其實 甚至是你不工作 那你家裡 花費 不斷地去 又不是辦法 對嗎 所以 贊助 贊助 生活 都是好的 基本上 現在很多香港人都 狗衝 真的 真的很樂意在這間公司工作 我理解的 他有他的 得意之處 這份工 真的有他輕鬆的地方 但也有他的問題 整體而言 我不應該抱怨 不過性格始然 你始終困在一個監倉的 銀行房裡 始終是不習慣的 盡量走站 盡量走位 現在我都會 想一個辦法 可以令自己做一份工 輕鬆一些 例如有一些東西 我們 有一些東西 有很多東西 要放在箱裡 放在箱裡 這樣 我完成了 我通常會 給自己五分鐘至十分鐘 不要急著拿第二轉 先看看 站在這裏 坐在這裏也無所謂 看看 看看 然後 看到同事的 先吹陣水 吹陣水 也當 是 休息 今天就是跟同事 隔離部門 我吹了半個小時 趁 超級網絡 在這裏吹了半個小時 都很感慨 講了一些香港的變遷 那位同事還是 很早覺醒 那位同事 他說 雨傘已經出來了 雨傘革命 14年 雨傘革命 19年 就更加 再出來了 很感慨 香港已經是 變成一個 人們開始 盲目 覺得 香港沒有問題 還可以 生活 拿來 我自己覺得 也是那句 怎麼會有希望 香港 自欺欺人 你說賺錢 這樣 是無疑 如果你有份專業 在香港 可以賺大錢 然後你會問一個問題 你賺完錢之後 你不是更想享受一個優質的生活嗎 香港能不能給你 理念能不能給你 雖然現在可能的新聞 沒那麼瘋 不說天天抓人 天天找年輕人坐牢 但也是有一堆人坐牢 但如果你說這樣的趨勢 始終是中共 其實他們都很擅長洗腦 人類都很擅長 很容易淡忘 故事 其實以這樣的發展 五年後 那些五毛 經常說 1922幾年 還分黃藍 慢慢大家都忘記了黃藍的概念 陳二 這個終極藍絲 大家都忘記了 他是一個藍絲 都忘記了什麼叫黃 什麼叫藍 七二一八三 那些都 漸漸遺忘 怎麼都會 我覺得歷史的洗禮 我作為一個在海外的拍攝者 整個香港人 移民大遷律的參與其中 拍攝整個 偶爾拍攝他們的 遊行集會的過程 我看到那些人 是越漸越少 感覺上會少了 那 那 那 基本上原因很多 但是我覺得來到英國 始終是有個希望 雖然是未必能夠很聚到人 因為都四分五裂的了 那些人 在不同的國家 繼續生活 生存 但是我們香港人的故事 雖然在19年已經停止了 在我的字典裡面 但是 依然在外國會繼續流傳 我叫做 19年會不會被遺忘呢 應該不會被遺忘 但是 至少我先拍下整個過程 遊行 集會 自己也曾經 因拍攝而被捕 很傳統的一句 那些人經常說 手足是否變成了抗淡呢 無奈地 你看見香港人越來越少出來 可能 然後慢慢漸亡 吃著魚蛋燒賣 慢慢 香港人又不做了些什麼 然後移民潮 可能稍微下降一點 其實也有人繼續移民 可能 但是 根據這個長尾理論 是真的會 是會 慢慢 淡忘 除非 香港 大陸又爆一波 爆一波 意思就是說 可能有一個危機出現 才會引發另一個移民潮 什麼危機 大家就 我想不需要猜 因為每次都猜不到 2019年 有誰猜不到 但是 人生 地運 國運 地球運 宇宙運 是一個週期 為什麼是週期呢 因為 你就這樣看 我們圍著太陽轉 地球圍著太陽轉 各個星球都圍著太陽轉 太陽又圍著銀河系轉 銀河系有千千萬萬的太陽 那 它是一個規律 有一個時間規律 譬如我們圍著太陽 365天 運氣都一樣 那 定期就會爆了 香港 有一個政治危機 又會爆 五年十年後 又會再爆 到時候我覺得 有民就要移了 無謂 等多五年十年 又爆多了 你猜不到 那個危機 到時候才想走 已經是 喂 大哥 已經叫醒了你 你已經醒了 竟然為燒買而留在香港 其實是一個很可笑的選項 我自己覺得 但是人生就是可笑 可笑可悲 充滿這些劇場 所以我自己覺得 在英國 雖然它經濟困難 它經濟不太好 但是我們香港人仍然找到一些生存的辦法 我都覺得 其實都是 我們香港人能不能生 譬如我找了四個月工 原來有些同事都是找了三四個月工 跟我一樣 跟我一樣 那些資歷都不太好 但是不止不計 找了三四個月 都沒有什麼原因 很簡單的分析就是 你經濟好的時候 什麼工都要人 怎麼都有份工 經濟不好的時候 跟著 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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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無奈 但是OK 齊上齊落 無所謂 就是 有時候你有事做 有時候我有事做 這樣 大家 張租一下 每人找一點 餅可能就分不完 就是會有這個現象 但是我都覺得 可以跟英國一起度過 這個艱難時機 你跟英國度過 你是覺得 英國這個祖國 你覺得 我是舒服的 你跟香港 共渡時間 根本就是 一個 很白癡的想法 你跟他共渡時間 他足夠你的子女去坐牢 突然間很難押韻 你跟他共渡時間 他足夠你的子女去坐牢 就是這樣 今天這句 說了這麼多 多謝收看 拜拜